周六市日本311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发生12周年 有日本民众在东电公司前示威 抗议核事故处理不力 反对日本发展核电 31112周年大批日本市民聚集到东京电力公司总部门前 民众的主要诉求是彻底追究东电事故责任 反对福岛核废水排海 反对重启陈旧核电站 阻止日本政府大力发展核电 抗议民众完全支持中韩等周边国家地区的关切和诉求 认为福岛核废水即使经过处理 也是核事故污染水 核辐射物质含量巨大 不能和普通核电站废水等量其关 有民众指 东电完全可以将核废水全部储存起来 等待大部分核物质半衰期过后 核辐射减弱 311大地震死亡和失踪人员近2万人 至今仍有2万7千人不能重返家园 大多是福岛核电站周边居民 受为民众担心 核事故处理远没有完成 而随着时间推移 核事故灾难和污染会被人们淡忘 3月1以过去12年 核事故仍深深影响日本人的生活 而福岛核废水排海 还将影响海洋生态和周边国家地区 在可预见的未来 核问题将继续成为笼罩日本列岛的阴影 风卫视五月大招大戒 日本东京报道